来 江东街丧彪又不禁要问了 来 丧彪你要问啥 喂 啊 你要问啥 你又说不禁要问呢 啊 陶渊东听着我 啊 说 啊 我是 我今年40了 然后我是刚被我这个单位给 啊 完了呢 然后我现在就连了好几回 我不知道为啥 我是在你这个直播间被寄来的 嗯 你以前装过患者 啊 是 我是装患者过去整的也好 嗯 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有点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去往下再走一个了 天啊 你40了不比我38的活的没 问我啊 哎呀 我要是像你一样呢 我还没啥 手里面绝活是啥呀 啊 我以前是 就是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然后我那个绝活的话 我操 你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那给你开除了 你犯多大事啊 我没跟你说嘛 我是身体原因 啊 身体原因啊 身体原因能被开除 哎呀 这 这很常见的 这是一类那个什么呀 什么身体原因 戒毒有极端反应给你开除了 不是 就是你身体不符合你现在工作的这个 这个条件了 现在更变的条件 比如说要求1米8 你曾经1米75就能进的话 现在会把你曾经1米75的全开除吗 哎呀 你说这东西我感觉很懂 对 我肯定不是很懂 我不懂为啥身体原因会导致你开除呢 就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 你身体不是 已经就是可能不太适合 人说就是你身体不太适合在做这方面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不同 就是 你身体不允许你在做我之前做这方面的东西了 或者是你可能是免疫力啊 或者是搞到cancer啊 或者是某种各样的一些东西 那也不能给你开除了 也不是说开除 就是要我 要我 要我找人了 病退了呗 对 你可以这么理解 病退了那不是开除了 那你特长是啥呀 我特长 要是出来的话 就是基本上没什么活 就是只能是这 你在里面这活有啥活啊 communication 你知道吧 什么玩意儿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我操你他妈是个江大政府干活的 不是 我 其实有点太 行那你出来了以后你应聘同类岗也不就完了吗 社会上 我对不了口 对不了口 那有啥 那有啥对不了口的啊 你做做信息管理还不行啊 哎呀就是我做的那个东西 特殊领域 怎么的你你你你那意思你之前他妈还负责信息安全呢 啊 嗯 杀了 不是就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就是差不多吧 哈哈 就是 行 行行行 完了呢 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再往下走的话 我尝试跟你连迈连好几次 但是我不知道我想我为你那个 我是真我是我是真是挺特别喜欢你 我不想不想在这个职位间被你被访 有时候我这个给你刷点礼物啊 支持一下 礼物 禁不了 禁不了 禁不了你刷礼物 哈哈哈哈 我知道我能行 你别刷了 你都就不让公司开除了 你就别眼睛刷礼物的事 你就先眼睛你咋活了吧 先眼睛咋活了 不是我我活的嘛都是能活的 但是这种落差非常大 那你就是你这就是中中年人到中年 那个就是好像家道中落一样 那你就是我现在就 我现在就是有点这种家家道中落那种感觉了 然后现在一出来以后就觉得 嗯 现在那个市场有点无从下手你知道吧 你现在市场其实一直都这样没变过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没变过市场一直都是这样 无从下手的原因是可能中间你停滞 不是太多年了 当你下手的 你那些年你下手的时候是你是跟得上的 然后下手了以后就跟 就开始不往上跟了 所以导致 这多年以后你就跟不上了 会有会有这这种情况 你要说重新再去面对这个社会 还想保证你之前的 之前的这个收入啊家境啊 包括这个所有东西都不去变的话 那实际上如果你要能有这一条道的话 你早就可以出来了啊 你也不会一直在那坐着等 坐坐着上班了 如果要能呢 所以你得接受 你说这个东西吧 我知道 确实是你说的很有道理 对吧 真的 对对对 所以说你没有 所以你没有 等于你没有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这18年的时候我想过 因为那个时候是有一次机会 我可以出来 然后呢 后来19年年年底 20年就赶上疫情了 然后他那个时候 我的工种比较特殊 我就是这三年 我就呃 完全一个封闭状态 就是走不了 然后现在一出来以后就感觉就是 呃 就是也是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命运吧 这种你没法去怪谁 对吧 他他一下这个东西了 然后我现在 呃 这就是这么个情况 哎 就是 哎 那你现在就这个情况呢 那你要有有积蓄 不行连对点小买卖吧 回去肯定回不去还说啥 不敢呢 我现在周围的人跟我说 你一直出来 哪怕你找林工啥的 你也不要去投这东西 都都都都都 你身边朋友都是上市公司老板啊 我没有 我都没有 也有 啊 我身边上市长都有 我反正 那你问问问问 问问真正的业内人士 问问问真正能挣出钱的人 你别老子问他搞边角料啊 对吧 对吧 你能说你能啥社会 就是战乱国家社会 他们也有挣钱的买卖 怎么能说他们没有买卖能投呢 多业余啊 对吧 那那样的话 我可能就得离开我现在这个城市了 这样的话风险可能会比较 比较大一些 哪个城市啊 听听 怎样啊 我都跟你说了 我老仙儿了 谁你老仙儿 我什么吉林的 我长春的 他那不都都美的吗 说的话说嘛 东三省占多少 没事 你跟沈阳 沈阳主要是啥 沈阳你研究点 如果你现在在沈阳研究想做点啥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你想做服务类的 还是想做零售的 还是什么东西的 你自己认为你能干啥 哎呀我 我说实话 我我现在没啥东西 我只能是老本行 手里有多少个能能投的吗 别说不能投的 租资产啥的 所以是行则能投的 有多少个不敢呢 就能能能投出来不心疼的 哪块五千块钱也行 那一百个几百个都是有 但是也也不太敢 关键是不知道 你就是说多少钱你敢吗 如果一百个能投手白了 十个拿出来扔了 打水漂我都敢 那有啥不敢呢 对那投才哪有问题 那对那就问你 你有多少投完了不心疼 对吧我先听一听 反正一百来个肯定是可以 一百来个 一百来个 用不上 用不上 你可以研究啥呢 在因为你要不能动 城市不能动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的未来 别说东北的未来了 东北的眼下 年轻人越来越少 对是 不是老年人越来越多 是只剩老年人了 那是 因为我 我今年我去 我缺了几个小子 我就发现缺了 是这么个问题 对 所以 所以你就研究 如果 是卖东西也好 啥也罢 你得研究围绕老年人 老年人最缺的就是消费能力 你还要从老年人身上挣钱 什么东西是他们必须的 保健品不行 这一类行业都已经玩烂了 细分嘛 对吧 缺关怀 缺服务 你看你能干啥 这方面我 开个大舞厅能开不 有点人脉没有 不不不不 这方面我 我倒不太深 真是不太考虑 开个老年人大舞厅不到六十不让进 里面黑咕咕咚咚就叫蝶蝶花 蝶蝶蝶蝶花 六十岁以下 六十岁以下不让进 蝶蝶 我记我小时候 那个小学院那边有一个大舞厅 就是在那个南河 那个小学院跟我玩那边 嗯 不是 这我我不我不我不 就怎么说呢 嗯 对这方面不是特别感兴趣的 那你说 想那开个早餐店去吧 早餐店二个 哎呀 那这种落差我感觉特别大 一个 哎呀你落差不大 你现在钱你不能保证你继续进了 挣钱这东西 我告诉你东北人吧 总有这个毛病 就是我跟你讲 南方人我很佩服一点的 不是说所有南方人 但是确实有部分南方人是这样的 而东北人却能做到特别少 就是啥呢 此一时比一时 人在屋檐下他就能低头的 确实是有这种人 东北人很难有 我原来我原来饭店开黄了以后 我操你让我回去上班 我感觉我就不如让我死了得了 我太没面子了 我当过老板 你说 你说这个我确实承认 对吧 我也有这方面 南方人可不这样 南方人此一时比一时 干啥不丢人 原来当老板现在送外卖咋的呢 送就送呗 能有好的买卖 我还能研究我还能跟上 我还能跟得上任职 你先别给自己架成一个 就是说说白了 你说我我是我是科长 你先别给自己当科长 你先给自己先 你先给自己的身段 调成一个啥 调一个中年 中年失业人士 你再看这个社会 是面子上很难拉上来 周边亲戚朋友什么都在 都看着呢 但是你毕竟钱不进去 对对对 你毕竟钱不进去 你说这个我确实非常赞同 对吧 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是这么跟我说的 就是你退了以后 你不要就是不要把你当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嗯嗯 就是你要不你开你开开个什么买卖 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 买卖这个东西比体质稳定 就是比你工作稳定 但是我我爱人说了 就说你刚晚会的话 你要牵着到投资啊 这一听投资说是这不天底下我只能干汉烙包收的事 我必须得五本挣钱 我正能挣多多多挣多多 现在这活已经不让你干了 已经没有了 那你看他们研究什么呀 哪个买卖不投资 你就算是说送外卖也得买个买个电瓶车吧 对不对 咱都不是送外卖买买买卖吧 你送外卖你总买个电瓶车吧 投资也不一定非得是多少钱 对吧 你要你要抓住这个 如果咱们这么说的话细分 如果东北人都已知东北人都爱面子 然后老头越来越多 那你不行整个什么东北老绅士 东北绅士馆 进去了以后 那个老年人 老年人 老年人形象改造 专做有钱人生意 不是整那种麻麻糊糊的圈头便宜 只做有钱人的身边的什么退休的 退休的科长啊 快退快退休的那个 那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父母啊之类的 哎呀没事上去干啥 做形象打造 形象打造 从开始从刮脸毛开始 贼细致啥都有 从刮脸毛 脸上毛刮一刮 这个 鸡毛精尖高精尖 你在宅里头是高精尖 你出来还精啥尖呢 你出来以后 你就是一个在 你就是个葛巴台喝啥水的大爷 你还高精尖 六精尖的 所以说 所以说落差真的很大 但是好歹是啥呢 就沈阳那个城市消费还比较低 就是我这个 其实哪怕是退出来的话 我看他活得非常好 哎呀不用多 说白了赵张相 进去以后 结界面 整整形象 去去老人味 咱东北老头子 身上以前个农村住的 都没有火炕味 整这去去老人味 整个什么欧美 欧美英伦 互复复古老绅士什么的 小油头一整 粒粒嗦嗦 照照相 给他拿了当微信头像 咱你这 咱你这装门一回 花不了一百二百的 不是 不是投影 那个 沈阳那边人都比较囤 就是不是 老头你看 你到沈阳你看 不是 不一定非得整经轮峰 不一定非得整经轮峰 沈阳真没有长存 哈尔滨那边有发 老头 你就老头除了 就是就 就老头地摊 早上 早上个公园里面抽兵猴的老头 也得让他 找事 你别老说那个 沈阳有的是有品味的老头 我说实话 咱国内 咱国内藏 就是家里面收藏古董的藏家 大古董家 那几个都沈阳的 大哥有的是 不是说就做这几个人生意 形象这个东西也都是要的 说白老头的出去跳广场舞 今天早上跟你这 办了卡 折合50块钱 你头行是啥了 把起头整立 行着牙齿套板 衣服都拱的 你就出去 你就去就完了 真行啊 老头玩真行 哎 就叫老头班 老头班 实际上你就是留下 你就是老头乐 你研究研究老年人生意 如果年轻人不在的话 老年人有老年人需求 说白了 年轻 缺少年轻人的城市 40岁50岁的人 拿自己当青年人 青年人 你得符合青年人的心态 人家有人家的社交 你得让人家 首先你得空手 泰白狼 起一个微信号 或者是抖音号 让人觉得你有很多粉丝 让人觉得你的粉丝 全都是全都是沈阳本地 有头有染的人物 让那些狗头上脑想往上 继承上流社会 又让他有一个非常低的门槛 认为自己能继承上流社会 出去最起码看着像 进了以后 按东北传统概念 就是张总 王总 李总 你得先给人把总安排上 出去了以后 没事给他们传个局 哥 你原来年轻人是干啥的 谢谢你意思的 高精尖那一套 技术 科技那一套的 这边 这哥原来也是整这个的 你先传个局 完了你们几个出去 给咱赵长相 咱们处理 你们老哥几个认识认识 其实这小个哈 这小年轻人就不急的 后来偷摩托车的 咱们跟你点关系 你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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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那边有人脉 可以搞搞 穿的局做人脉 把老人都放在手里 这个东西是拿了啥 用来盘资源的 后面能干啥再研究 你起码进到新的圈里了 对 对吧 钱不一定挣多少 挣个房租出来就够了 你那东西说白了 有没有口那口吃 跟沈阳一月三五千块钱 没他妈掉所谓 先把人脉传一起 把这些驴马烂的 谁是七分组的老头子 先分清楚 谁是有实力的老头子分清楚 让七分组的老头子 给足了有实力老头子排面 把这些人资源都盘明白了以后 问他们想要啥 是度假村也好啊 钓个云也好啊 啥也好 再研究后面做啥麦 不就完了吗 行 好嘞 OK 我考虑 然后大唐我我跟你说几个事啊 不可能给你的直播点解开 不听 就想解开 我总听你直播 我想解你 别人连兜牌都没有 解鸡毛 把这些人研究